Hello,大家好,我是Albin三寶猫咪 再过两天就要过年咯 除夕一夜的大餐大家准备好了没 有没有准备要好好大吃特吃一吞呢 年糕要怎么吃最好吃呢 好像根据不同的地方 每个地方的炸年糕的方式都不一样 今天我要分享四种不一样的炸年糕的方式 看看各位喜欢的是哪一种 记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方式准备馄饨皮 然后呢,把它包起来 我的话今天都会把它封住 这样子那个年糕比较不容易跑出来 接下来来介绍的是香菜年糕 这个年糕的话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 可是喜欢他的人就非常的爱他的香气 第一个要准备的是中筋面粉 面粉的话准备50克 因为我大概炸个四到五块的年糕 然后一颗蛋 然后些许的水 搅拌的状况啊就是大概成糊状 不要水状,太水的话就不好炸 然后成糊状比较好 年糕放进去里面 然后每一面都均匀的沾上去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炸咯 很多人在炸东西的时候啊 会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辨自己的油锅 到底是多热 可不可以下锅开始炸了 我自己有个小秘诀 就是我会准备筷子 然后筷子呢,放进去油锅里面 你们看到旁边有起泡泡的话 就是代表可以下锅开始炸咯 好吃的年糕 哇哦 还有一种年糕的做法 是属于比较西式的 我们可以准备起酥皮 这做起来会非常的好吃 小朋友会很喜欢哦 然后先把起酥皮对切 起酥皮买来的时候啊 都是冷冻的 所以一定要让它解冻 解冻变成这样子 软软的 可以折就会比较好 然后放进去预热的烤箱150度 高 新砖年糕也完成咯 我来吃吃看脆皮年糕 酥皮年糕的口感 妈妈先啊好不好 好香 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吃 有香菜口味的年糕 超好吃的 我觉得它可以煎年糕的甜甜的感觉 如果吃太久我们可能会觉得点腻 可是如果加粘菜的话 我大概可以吃一整盘吧 我好后悔我怎么没有炸很多 好好吃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三毛白鱼来酱菜 祝你们新年快乐 年年有余 步步高升 你上 둘 好 我 tight的 感谢观看